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韩 冬季天气寒冷啊 不管什么电池 它的电量都会下降 同样我们汽车遥控器的电池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这个时候啊 咱们遥控器的遥控距离就会变短 或者有些智能钥匙啊 仪表上还会提示 遥控器电量低 需要更换电池 那咱们往往去赛电更换电池 这个价格呢都是非常的贵的 动辄就要三五十块钱 甚至有些车型呢 可能上百元 那大家都知道啊 其实这个电池它的价格并不贵 我们自己购买的也就是几块钱的事情 但是很多朋友自己不会换 怕把这个遥控器呢给拆坏 今天就手把手教大家如何自己动手 更换我们汽车钥匙的电池 大家一看就会非常简单 朋友们今天呢就给大家看一下啊 咱们常见的这三种汽车钥匙电池怎样更换 咱们先说一下我们的遥控器电池啊 它的型号是怎样分辨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遥控器上面呢有一个C22032 这个2032呢就是这个遥控器电池的型号 20呢就代表这个电池 它的直径是两公分啊 也就是两厘米 那32呢就代表啊 这个啊电池它的厚度呢是3.2毫米 底下呢写着一个三伏 就是这个电池呢是一个三伏的钮扣电池 基本上咱所有的遥控器电池啊 都是这种型号的 有20252032也有1620的 咱们呢先准备一把这样的螺丝刀 我们首先呢先看这一把最常见的大众车的啊 这种机械钥匙 这个钥匙呢咱们看上去啊 无从下手其实非常的简单啊 这个钥匙呢 它仔细观察了 能看到它是由两半走成的啊 就是左右各一半 我们找到这个啊 钥匙中间这个有一个卡槽 然后用一把这样的螺丝刀啊 平口螺丝刀 翘住中间这个位置啊 不管往左拧往右拧就可以啊 这样用力的拧一下 这个遥控器呢就已经打开了 往外一拔就可以啊 然后呢把这个盖子 从这个位置啊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有个缝隙 我们直接往外用力扣就可以啊 好 这个遥控器呢就打开了 这个呢就是电池 我们可以直接啊 用这个螺丝刀呢 把这个电池给拿出来 好 这样就可以了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的电池呢非常的小 这个遥控器呢 它的电池啊非常多 有三块组成 这个是比较小 小一点的型号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型号呢 是1616的 有三块电池串链的 所以它是一个九幅的啊 大家只要买三块 这种1616的型号就可以啊 就是这种电池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直接呢 把它给装上换上就可以 咱们呢一定要分清楚反正啊 这个遥控器的座子上呢 都写的有反正 装反也没关系啊 装反也对遥控器呢 没有什么损害 我们拆开 重新再安装一下就可以 好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种 就这种奥迪的啊 这种遥控器电池呢 也是非常好换的 这种机械钥匙啊 大家应该都知道 应该怎样拔出来 我们按一下这个按钮 这样一拔呢就可以 然后呢 我们仔细观察啊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这样的按钮 用手呢可以按下去 我们按下去的时候啊 用力往外拔 这样呢 这个遥控器电池就出来了 这个电池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2032型号的 大家可以看到啊 C2203号 我们呢 直接用一块新的 往上一装 然后呢 再按照相反的顺序 这样就可以 非常的简单啊 朋友们千万不要担心 这个遥控器会坏掉 遥控器厂家设计出来啊 都是非常结实的 考虑的很多因素啊 耐摔耐磨的 所以这个遥控器啊 是非常结实的 放心拆 一般都不会坏的 大家再看一下这一把 这把很多朋友 可能看上去啊 更感觉无松下手 像这种智能钥匙的啊 咱们第一步 都是先把这个机械钥匙 给拔出来 这个机械钥匙的开关呢 大家应该都很容易发现啊 就这个东西 往外一抠 然后这个机械钥匙呢 就能拔掉 拔掉以后呢 大家可以看啊 这把钥匙呢 它这样是拔不出来的 而且呢 这把钥匙呢 它这个位置呢 也没有什么按钮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仔细观察 发现啊 这个钥匙中间这个位置 有两条缝 那证明这两个东西啊 是在一块扣着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 用这个支架也好 用这个螺丝刀也好 其实它们都不太紧啊 我们稍微一用力啊 这个盖子呢 就会掉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现在已经 我直接往外用力的拔一下就可以啊 大家可以看这个呢 也是2032的一个电池信号 我们直接把这块电池拿出来啊 非常简单啊 朋友们 其实咱们等大星系啊 都可以自己动手更换 这个电池呢 现在就已经拿掉 直接找块新的 往上一装就可以 好 相反了分屑 直接往上一扣 非常简单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朋友们 更换汽车钥匙电池啊 是非常简单的 特别像日系韩系的智能钥匙 直接把机械钥匙拿掉 从中间位置分开就可以 所以呢 就没有给大家讲 而且遥控器电池啊 都是非常便宜的 几块钱一个网上都能自己买到 所以呢 就很没有必要花几十块钱找病患 咱们可以完全自己动手更换遥控器电池 好 朋友们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里 喜欢小韩的视频 就给小韩点赞转发加评论 谢谢大家观看 请关注小韩 再见